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秋天了,皮肤会觉得很干燥 那面膜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补水 让皮肤看起来健康,有光泽 今天跟大家分享八种我一直用的面膜 我会讲它们的作用和我自己的心得 好,那我们第一个要说的是三分钟补水面膜 我管它叫三分钟补水面膜 它是来自于Costco的 那Costco卖这款产品其实已经有大半年了 它这个产品非常好 它可以帮助补水,还可以提亮肤色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清明 Costco是一般是这么两盒妆来卖的 然后呢,它这一盒是30个 两盒的话就是60个 那两盒可以用,如果每天用一个的话 两盒可以用两个月 比如说出门前,化妆前 或者是像我自己,我录视频之前 我会很快地用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皮肤就会觉得比较relax 而且比较有光泽 然后呢,它这个非常好用 就是盒子打开之后 直接加一个出来就好了 放在自己的化妆台前面 或者是放在洗脸的台子那里 是特别方便了 连洗了,直接用上 等到你其他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就可以把它卸掉 可以开始化妆了 这个因为它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快速 只需要三分钟 所以它对于上班族和任何时间 觉得紧迫的人都是非常适合的 而且它在Costco也经常会有一些折扣 如果大家看到的话 我觉得应该去试一下 这款是非常不错 非常推荐的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第二款面膜呢 其实也是来自于Costco的 它是这一款抗衰老的面膜 它的功效呢 是有whitening, anti-wrinkle and lifting 但是呢 我其实我本人而言的话 我断断续续用这个产品 用了好几年了 那我觉得它最大的功效是提亮肤色和滋润 这两方面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的 它要求你的时间是10到20分钟 我通常是在睡觉前 那通常我会躺在那里去做 我会让它就是充分的去吸收 而且它有一点好处就是说 它是单独包装的 单独包装呢 这种就是说它出差就特别的好用 比如说我出差三天 我就带三包 那我也说过 我用这个产品其实好几年了 所以我有一点点经验 通常这个产品most likely在holiday的时候 11月到12月份的时候 Costco会有折扣 所以每次Costco有折扣的时候 我大概都会买上这么好几盒备用 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你在提亮肤色和滋润这方面 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产品在Costco的 我也会把链接列下来 因为Costco一直常年有卖这个产品 韩国的这个面膜这方面的产品 做的是非常的多的 它也做的是五花八纹的 这个产品做的也确实挺精的 而且Costco选的这些货呢 其实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 不妨就说有时间的话 都可以试一试 我试的这期款 其实还都是蛮不错的 我也试过其他的 从其他地方来的 但是比如说什么高绿生啊 什么特别豪华的 因为我出差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售上面 就trading售上面有会送的 也有就是说我会去买一些样品 因为我们去参加这些商业的 这个订货会什么的都会有些样品 那有些包装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 但是我最后用的最好的 还是Costco的这几种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如果大家要试的话 其实Costco的韩国产品 它选的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要给Costco点赞 好 那么下一款 第三个是这款 那这款其实也是我在Costco买的 它也是一个韩国的面膜 No sheet, it's silk 那这款呢 其实在它的这个产品说明里面 它有讲说 它的这个面膜是丝质的 它的主要作用是去皱和滋润 那其实它是不是丝质的 对我来讲 我自己的感觉 跟这款来讲呢 它的区别其实不是那么的大 因为我的皮肤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丝的 我短短的只用了 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样子 其实是感觉不出来 有多大的区别的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它这个面膜里面 这个液体其实是最最重要的 它的吸收程度怎么样 对我们的皮肤来讲 它的营养程度怎么样 它在滋润和提亮 这方面是不错的 就是这两个面膜 对我的感觉来讲 它其实是差不多的 没有多大的区别 但是这款呢 它里面是那种糊状的 有点白白的那种糊状的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如果说你觉得这款 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 也可以跟我反馈一下 我自己感觉 我觉得这两款 是差不了多少的 接下来要讲的第四个 是我用的 Peter Thomas Ross的青瓜面膜 这个面膜呢 我每天晚上都用 大家可能会说 Jenny你上次说的青瓜面膜 跟这个包装不一样 对啊 是包装是不一样 因为上次的 我用的是小瓶的 后来因为它的官网有打折 我就直接买了一个大罐装的 因为每天都用嘛 所以我就买一个大罐装的 这样比较划算 当时是打了很大的折扣 我就直接买了 想都没有想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挺好的 然后这款面膜呢 我是每天晚上都是用的 我通常在洗完脸 用完toner 上了玫瑰油之后 按摩一下脸之后 然后我会把这个mask 抹在脸上 抹好之后 然后我就去洗热水澡 在热水澡洗完的时候 我就把它洗掉了 那这个用完之后呢 皮肤觉得挺亮的 它也挺舒服的 是真的有感觉到 就是说有补水的这种感觉 还是挺舒服的 在夏天的时候 我当时是感觉就是说 皮肤被晒过的话 用它是觉得非常清凉的 所以这款我也是非常推荐的 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还有另外一款呢 在我的晚间护肤里面 跟这款同时提到的 也是同一个品牌的 Peter Thomas Ross的 是它的玫瑰面膜 它的玫瑰面膜 其实跟这款很相似 它们都是补水的 但是呢玫瑰面膜呢 它是用完之后呢 是皮肤能感觉到是比较软的 然后这个面膜呢 就是说它是补水 然后皮肤感觉亮亮的 就这两个不同点 那其实玫瑰面膜和这个面膜 我通常都会有 刚好玫瑰面膜用完了 所以我还是要提及一下 因为玫瑰面膜 还是挺好用的 那这款呢 Peter Thomas Ross的 青瓜面膜和玫瑰面膜 还是非常推荐的 而且它的价格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说到了玫瑰补水面膜 那我就一定要提一下 我用的这个 Sicely的Black Rose Cream Mask 这款呢 它非常非常的赞 但是它是一款贵妇产品 它的价格比较高一点 那用完之后呢 我觉得它就是能让皮肤很亮 然后很soft 它的弹性也非常好 的确能感觉到是补了水 而且呢 在抗皱这方面 我觉得是有效果的 那它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用的很快 因为它的那个罐装 罐子挺小的 我基本上是一个季度买一瓶 然后每个星期用一次 用完了就完了 然后等到下一个季度 我再去买 并不是说是这个产品 它好 我会一直这样去用 我觉得其他的产品 我用的也是蛮不错的 我只不过说 想把它搭配开 这样的话 每次我用的时候 就感觉到 就说它确实还是蛮好的 说明我的皮肤 还是有提高的空间的嘛 所以呢 这款产品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款产品是非常赞的 大家觉得说对皮肤这方面的确有刚需 我一定是需要我的皮肤 要弹性好 要亮的话 完全可以试一下这款 另外要提一点 就是Cicely Black Rose 这一系列的产品 都是非常好的 包括它的Black Rose Oil 它的Black Rose的晚霜 我现在也在用的 还有它的Black Rose的面膜 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如果说你喜欢 你想试Cicely的任何一个Line 其实我觉得这个Line 是非常好的 它在抗衰老和滋润皮肤程度方面 是做得非常不错 所以值得一试的 好那接下来 下一款面膜呢 是来自Peter Thomas Ross的 还是这个牌子 那这个面膜很有意思 它是抹上去是会发热的 它的原理是说 它会让你的毛孔张开 从而去吸收 它这个面膜里面 所带的一些营养 那我用是跟那个 我用的这个青瓜面膜 是一样先洗脸 然后用玫瑰油按摩之后 然后抹上它 抹上之后呢 然后去洗热水澡 当洗热水澡的时候 因为水也是热的嘛 这个面膜也是热的 它会有一个双重的 会去打开你毛孔的这个过程 我是感觉到 就是整个脸都是热乎乎的 然后洗完澡 把它冲掉之后 我的确确实感觉到了 就是说它会很光滑 看起来是很有光泽的那种 洗完澡之后 还是很舒服的 所以这款面膜 我是非常推荐的 如果没有试过的 我觉得完全可以试一下 冬季秋冬 这个是非常舒服的 用完之后呢 就是说你皮肤觉得 热乎乎的 就好像是做了一个桑拿的那种 不是大桑拿 还是小桑拿的这种感觉 还是很舒服的 所以这款热乎乎的面膜 我还是很推荐给大家的 好那我们今天所说的 最后一款面膜 叫做In Mask 这个 Mask 它是Clay的 它其实是粉末状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粉末状的 我买的是干的 我没有买那种泥泥的那种 因为我觉得那种的保质期不是很长 它很容易就干了 我买了这种粉末状的 就是自己可以去调的 那用这个粉末状的原因是因为 我自己的皮肤是混合性的皮肤 我是需要 就额头 鼻子和下巴 这里是比较油的 那我是需要让它这个油脂 能够均衡一下 其实我用这个面膜呢 我有自己的一个调配办法 我通常会加绿茶进去 我有绿茶粉 从Costco买的绿茶粉 我会加两勺这个面膜 加一勺绿茶粉 然后再加一小勺蜂蜜 然后再加冷的牛奶 把它和匀了 糊在脸上 我觉得它就非常非常的清爽 尤其是这个T字区 就能感觉到凉 是真是凉凉的 所以如果说大家会比较喜欢 或者很想试用一下这种 Clay的面膜 一般来讲泥巴的面膜 都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加紧致 我是感觉到比较紧 而且能感觉到就是说 整个脸都是凉凉的 特别的舒服 用这个面膜的时候 通常我会给的时间 稍微长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时间 干的这个时间不太一定 夏天和冬天的干的时间 就是根据你屋子里面的 这个干燥程度来讲吧 但是我昨天又用了一次的时候 我记得我觉得好像是 花了二十多分钟 才完全才干了 才洗掉的 但是洗掉也是挺舒服的 就是说时间上要控制一下 我一般都是在晚上采用 白天要是掐着点的话 我不会用这个面膜 我觉得这个面膜是要花时间的 所以这些就是我今天 所有的面膜的我的collection 大家可能也会有个问题 说这么多的面膜 你怎么用得完 其实是这样子的 每个面膜的用途都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用的Black Rose的这款面膜 我也是一个季度才买一盒 然后每个星期这样调配着用的 那有些面膜 比如说像这种青瓜的面膜 我每天晚上都会用 基本上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前的一个routine 所以这个我会买的比较多一点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这种面膜 我会时不时的会用 我会讲说我冬天会用 因为它比较热乎 比较舒服 那还有像这种面膜 就出门出差或什么的 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方便 然后还有这一款呢 我是早上用的比较多一点 或者说我的时间特别紧张的时候 我就赶快用一下这个面膜 就快快地补一下水 大概是这样子的 所以基本上这是我所有用面膜的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用法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区问我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见